这期继续讲农民第35篇,当孙力超迈步走进手术室时,眼睛里竟然流出一丝让人难以觉察的笑意,他甚至已经开始在想,过会儿自己从手术室出来后,应该用怎样的表情告诉守候在手术室门口的几个美女我已经尽力了。 是的,我已经尽力了,短短的六个字就能让孙力超摆脱一切责任,谁都不会想到,赵长强的死会和他有关。 现在的孙力超不但恨赵长强,害了他的父亲,让他失去了一棵好乘凉的参天大树,当他看到守在手术室外的一众美女时,他竟然恨赵长强,为什么会被这么多极品美女牵挂? 他就想不明白自己乃是情圣下凡,长得更是风流倜傥,玉树临风,那些女人为什么会不搭理自己呢? 孙力超终于怀着复杂的心情,拿起了护士递过来来的手术刀,伸手就朝赵长强的胸膛割去。 赵长强已经被实施了全身麻醉,躺在手术台上,就好像一个死人一样,没有知觉,没有思维,此时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危重伤员,再也不负往日生龙活虎的样子。 冰冷而锋利的手术刀无声地划过赵长强的胸膛,赵长强胸前的皮肤好像保纸一样被切开,鲜血顿时涌了出来,手术台旁边,孙力超的助手看着孙力超手术动作,眉头忽然皱了一下。 在他看来,孙力超下刀的动作显然有些问题。 孙力超虽然是个顽固子弟,平日里经常不务正业的勾搭女人,但是这小子却的确是正宗医科大学毕业,外科手术的确有两下子。 不然他也当不上外科主治医师,外科手术很多时候都是人命关天的大手术,就算医院在黑,也不敢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 这名助手虽然有些不齿孙力超的为人,但对他的外科手术水平还是相当佩服的。 也曾经不止一次和孙力超搭档过,在他的印象中,孙力超下刀从来没有如此的没有水准过。 孙力超的手术刀不但划开的窗口有些大,而且下刀的角度也有问题,他在下刀的时候,没有避开照长腔胸前的血管从,窗口一经切开,原本因为热灼伤而失血,有些减小的伤口。 马上再次血如泉涌,将护士放上去的吸血棉都冲开了。 助手手急眼快,将止血钳迅速探入窗口,精准地将几条大血管一起前注,鲜血开始在血管里面形成血栓,血流速度马上减缓了。 助手抬头用疑惑的目光看了一眼孙力超,好像在质疑孙力超刚才的一刀。 按照孙力超的真实水平,他是绝对不,应该割出这样一刀的,但是孙力超根本没有理会助手质疑的目光,而是直接将卫生钳插进了窗口中,开始向外前加子弹。 让那名助手更不理解的事情出现了。 赵长腔在开始手术前,已经做过核磁共振,子弹位置已经在照片上清晰地显示出来,孙力超也已经看过了。 按说,凭孙力超的医术,应该很快就能将伤口内的子弹取出来,但是孙力超竟然用卫生钳在冒血的伤口内,不断地寻找。 好像他之前根本就没看那张显示子弹位置的光片一样照孙力超现在这样做手术,等到他将赵长腔胸膛内的五颗子弹全部取出来,赵长腔早就一命呜呼了。 就算不被流血流死,也得被孙力超的钳子折腾死。 孙力超的助手,有些看不下去了,但他只是一个手术助手。 此时绝对不能影响孙力超做手术,不然一旦手术失败,他就要担负主要责任。 他只能尽力地好好配合孙力超,让他的动作稍微快一点点,下刀准确一点点。 但愿你能挺到手术结束,助手心中开始默默给赵长腔祈祷。 小子,今天我就是拖也要把你拖死,你胸膛上可是有五颗子弹,等到全部取出来,你身上的最后一滴血也快要流尽了。 孙力超一边手术,一边在心中得意地想到。 手术室外面,李若平,郑欣欣欣等人终于也赶来了。 他们刚赶到手术室门口,就连声询问赵长腔到底怎么样了,医生怎样看法。 腔哥已经做过核磁共振,光片上显示,五颗子弹虽然全部留在了腔哥的体内,但好在都没有伤及到重要脏器,只要手术及时,应该能保住性命。 魏婷使劲擦了擦眼睛,有些痛苦地说道。 就算当枪响的时候,赵长腔已经做出反应,成功地避开了胸前的要害部位,但是他受伤的地方毕竟是胸部,胸膛内的器官即便只是被子弹擦伤,赵长腔也得去掉半条命。 所以,虽然医生带给魏婷的算是个不错的消息,但是魏婷心中的担心却一点都没有减轻。 魏婷说完后,却发现郑欣欣张开嘴还想再问几句,便说道。 啥也别问了,让我们一起为枪歌祈祷吧。 说完,魏婷一改往日母夜叉的形象,竟然真的微微闭上了眼睛,好像陷入了虔诚的祈祷中。 郑欣欣看到魏婷的样子,只好闭上嘴也开始为枪歌祈祷。 魏婷根本没有再为赵长腔祈祷,他在想孙力超,警察的职业敏感让他感到那个孙力超总是有些不对劲。 他能看出孙力超这个人肯定非常的功利,没有一点医者父母心的觉悟。 他们来的时候,枪歌都伤成那样了,他竟然还要坚持先让他们交完医药费之后,才给枪歌做手术。 如果不是自己拿枪逼着他,并且在第一时间就为赵长腔缴纳了手术费用,孙力超可能还不会马上给枪歌准备手术。 这样的人能成为一个好医生吗?枪歌,交到他的手里能让人放心吗?魏婷不禁问自己。 心里一直琢磨,孙力超这个人的魏婷忽然想起了一个细节。 他忽然想起来,刚刚孙力超走进手术室的时候,脸上好像浮现出了一个令人难以觉察的微笑。 虽然当时孙力超的脸上戴着蓝色的无菌口罩,但是他眼眸中那一闪即逝的笑意,魏婷却看得一清二楚,当时他并没有在意,还以为孙力超当外科医生,早已经见惯了人间惨剧和生死,不会将这种手术放在心上。 但是现在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孙力超脸上那一闪而逝的笑容,绝对有问题,绝对不怀好意。 那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冷笑。 想到这里,魏婷心中忽然激凌凌打个冷战,一个医生想要在手术台上害死他的病人实在是太简单了,并且事后可能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不行,我们不能让那个医生给枪割做手术。 魏婷忽然疼的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道。 其他几人被魏婷这有些神经质的一句话吓了一大跳。 怎么了?李若萍连忙问道。 那个医生好像有问题,他刚刚走进手术室的时候,眼睛里竟然含着笑意。 我怀疑他会在手术的过程中对枪割不利,魏婷焦急地说道。 不会吧,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他是个医生,不可能拿着枪割的生命开玩笑吧。 李若萍迟疑地说道。 就是,魏所长,是不是你心中太在乎枪割的伤势,有些太敏感了,现在手术已经开始, 我们就算在要求换医生给枪割动手术,恐怕医院也不会答应了。 王小雅也皱眉说道。 不会,我相信我的直觉,退一万步说,就算那名医生没有加害枪割的心思, 恐怕他也不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医生,把枪割的命交到这样一个人手中, 我实在不放心。 我们必须马上去找院长,让他们给枪割换主刀医生,魏婷固执地说道。 嗯,大家先别争执,我打个电话问个人,看看他是怎样评价那个医生的。 对了,给小枪主刀的医生叫什么名字? 就在此时,王书芳摸出手机摁下了一个号码。 他叫孙力超,我刚来的时候,看到过他的胸牌。 魏婷对王书芳说道,王书芳的电话是打给谢兰兰的,当初谢兰兰曾经和他一起住过几晚, 他们曾经互留过电话,但是自从谢兰兰那天早上自己离开王书芳的家后, 为了避免尴尬,两个人就再也没联系。 现在王书芳想从谢兰兰那里打听一下孙力超的为人, 以及他是不是认识赵长强,甚至和赵长强有仇。 谢兰兰曾经在嘉禾市人民医院工作了好几年, 对孙力超的事情他应该非常地了解。 并且,王书芳也知道谢兰兰对赵长强一往情深, 两个人甚至已经在一个被窝了睡过了。 就算谢兰兰不认识孙力超,赵长强出了这样的事情, 也应该让他知道。 小强啊,小强,你可一定要活过来啊, 你若是就这样走了,可让这些姑娘以后怎么活哟? 在等待电话接通的时间里, 王书芳竟然没来由地想到以前他曾经想过, 只要赵长强有了自己的一中人, 自己就马上离开赵长强,成全那个幸运的女孩。 本来他以为谢兰兰就是那个幸运的女孩, 可是现在看来,自己是大错特错了。 赵长强完全就是一个多情种子,到处留情, 单看看眼前的这几位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还有退出的必要吗? 很快电话接通,话筒里传来谢兰兰温柔的声音。 喂,嫂子,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有什么事情吗?声音虽然温柔, 但是却难掩那一份落寞, 显然谢兰兰自从离开后,过得并不愉快。 王书芳来不及和谢兰兰寒暄叙旧, 开门见山地说道, 兰兰,你认识佳和市人民医院的孙力超吗? 她的为人怎么样?医德怎么样? 电话那头的谢兰兰明显愣了一下, 不知道王书芳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打听起孙力超事情来, 她甚至有些怀疑, 是不是有人给书芳嫂子提对象了, 男方就是孙力超。 所以,她才向自己打听孙力超的事情。 孙力超的外科手术水平是非常高的, 恐怕在整个家和市人民医院也能排上前三家。 但她却是一个大色魔, 嫂子你可不能嫁给她啊, 谢兰兰脱口说道, 都说宁差十座庙, 不回忆门亲, 但是谢兰兰实在不想看到书芳嫂子往火坑里跳。 虽然王书芳离开赵长枪, 对她有大利好。 这回轮到王书芳发愣了,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端端的, 怎么成了自己要嫁给孙力超了? 这个兰兰, 脑子到底在想什么? 但是王书芳也很快明白了, 自己刚才太急, 没有将赵长枪受伤的事情告诉谢兰兰, 以至于谢兰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忽然向她打听孙力超的事情。 王书芳马上将赵长枪受伤的事情告诉了谢兰兰, 然后才再次问她孙力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谢兰兰虽然受过高等教育, 但一直是个很传统的女孩, 自从上次来赵庄, 发现赵长枪和王书芳的关系非常暖昧后, 便离开了赵庄, 离开了赵长枪, 从此以后, 他一直想将赵长枪忘记。 为了忘记赵长枪他拼命地学习, 想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对医学知识的渴求上, 但是他却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就像古人说的, 越想忘记的越是刻骨铭心。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满脑子里都是赵长枪那阳光帅气的脸庞, 还有和赵长枪抵死缠绵的那几个夜晚, 每当那时, 他都想马上飞到赵长枪的身边, 投进他的怀抱。 但是, 想起王书芳, 他便强忍着这份思念, 忍下心来, 连个电话都不给赵长枪拨打。 为了彻底忘却赵长枪, 他打算这个春节好好地在家陪陪父母后, 明年就到美国继续深造。 但是此时乍然听到赵长枪竟然受了枪伤, 生死不知, 他感到自己的心都要从枪子里跳出来了。 那一刻, 他知道, 自己此生永远不会将赵长枪忘却了。 嫂子, 你说什么? 枪哥被人刺杀了? 怎么会这样? 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谢兰兰没有回答王书芳关于孙力超人品的问题, 而是带着哭枪询问赵长枪的情况, 王书芳完全能理解谢兰兰此时的心情。 但是此时可不是他向谢兰兰描述赵长枪伤势的时候, 于是马上说道, 兰兰, 你先别急, 小枪已经被送到手术室了, 负责给他手术就是那个叫孙力超的医生。 我们觉得他为人有些不靠谱, 所以想听听你对孙力超的意见。 谢兰兰的脑子终于从赵长枪重伤的悲痛中清醒了过来, 也彻底明白了王书芳的意思。 当他听说负责给赵长枪动手术的竟然就是孙力超时, 马上吃惊地说道, 不行, 绝对不能让孙力超给枪哥动手术。 枪哥曾经暴打过孙力超, 让他在医院同事面前丢尽了脸, 他心中一定恨透了枪哥, 让他给枪哥动手术, 指不定会弄出什么事情。 王书芳听了魏婷的话, 马上感到魏婷刚才的担心, 很可能要变成现实。 说不定孙力超此时, 正在手术室里变招法地折磨找长枪。 毕竟一个外科医生, 想让一个手术失败实在太容易了。 王书芳竟然有种马上闯进手术室的冲动, 但是医院有规定, 病人在手术室, 家人是绝对不能闯进手术室的, 如果病人家属真的那样做了, 就要担负医疗事故的所有责任。 何况直到现在, 关于孙力超会对赵长枪不利的事情, 也都是他们的猜测。 他们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 能证明孙力超会在手术中对赵长枪不利。 蓝蓝,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总不能就这样闯进手术室吧? 王书芳着急地问道。 但是心中却没有乱, 他知道, 此时自己绝对不能乱, 面前的所有人中, 自己的年龄最大, 自己的情绪会感染到身边人的。 不能, 嫂子, 你们绝对不能进入手术室, 那要会害死枪哥的, 你们马上去找米院长, 让他来处理这件事情, 论外科手术, 夹和市医院没有人能比得上米成光。 我现在就给米院长打电话。 说完, 谢蓝蓝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开始拨打米成光的电话。 谢蓝蓝情急之下, 只想到了, 在夹和市医院谁能接替孙力超给枪哥做手术, 却忘记了米成光也曾经被赵长枪暴揍过, 脑袋都差点被赵长枪在办公桌上摔成烂西瓜。 他心中肯定也恨透了赵长枪。 虽然米成光是奴才性格, 赵长枪好好的时候, 他可能会忌惮找长枪的凶横霸道, 不敢对赵长枪无礼, 但是赵长枪现在躺在手术台上, 成了彻彻底底的带仔羔羊, 他还能尽心尽力地给赵长枪手术吗? 与此同时,身在佳和市人民医院的王淑芳等人, 经过三言两语的交流后, 决定由魏婷去院长办公室找米成光院长, 让他出面接替孙力超继续给赵长枪做手术。 毕竟魏婷是派出所所长, 米成光应该给他这个面子。 魏婷已经下定决心了, 如果米成光不答应接替孙力超给赵长枪动手术, 他就会动用自己家族的力量来给佳和市政府施压, 让佳和市政府介入这件事情。 为了枪歌的安危, 一切都顾不上了。 谢兰兰挂断王淑芳的电话后, 马上拨通了佳和市医院院长米成光的电话, 请求他接替孙力超给赵长枪做手术。 米成光刚听完谢兰兰的电话, 眉头就皱成了一个疙瘩。 要说米成光心中不恨赵长枪, 那纯粹是扯淡, 当初赵长枪因为小清河之战受伤的父老乡亲的事情, 差点将他的脑袋开瓢, 后来又平白无故地从自己手中讹走了50万元人民币, 想想那些窝箱事, 他就直搓牙花子。 所以当他看到赵长枪浑身是血的, 被送到医院后, 心中竟然也有些幸灾乐祸。 赵长枪已经给他造成心理阴影, 如果他就这样完蛋了, 压在他心头的阴影就会消失。 他也能过得轻松一些。 所以当他听谢兰兰请求他, 马上接替孙力超给赵长枪手术室, 心中不禁有些暗恼, 对着话筒说道。 谢医生, 我看你是有些多心了吧? 孙力超医生的外科手术水平, 在我们医院, 可是数一数二的。 就算是你的水平, 恐怕也无法和他相比吧。 我觉得, 让孙医生给赵长枪做这个手术, 很适合。 并且, 现在孙医生已经开始给赵长枪做手术, 按照医院的规定是不能中途换掉主刀医生的, 说得不好听一点, 你完全是在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吗? 好了, 就这样吧, 我还有事情要忙, 先挂电话了。 说完, 米成光直接挂断了电话, 一边将手机随手放在桌子上, 一边嘟囔道。 小丫头骗子, 什么时候管到我的头上来了, 如果不是有赵长枪出头, 上次出了孙力超的事情, 你早就被医院开除了, 哪还能办停薪留职? 现在好了, 赵长枪眼看要完蛋, 我看谁还能给你撑腰, 用不了几天, 我就把你彻底清除出嘉和市人民医院。 直到手机中传来嘟嘟声, 谢兰兰才忽然想起, 赵长枪好像和米成光院长也有深仇大恨。 看来在嘉和市医院是找不到合适的人给枪哥动手术了。 小米手机无声地从谢兰兰手中滑落,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五枪, 枪哥中了五枪。 还都是在胸膛要害, 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她的命肯定就完了。 谢兰兰忽然非常地悔恨自己, 当初离开赵长枪, 如果现在, 自己就在枪哥的身边, 自己也能给她做手术啊, 然而现在想什么都晚了, 谢兰兰只能空流悔恨。 不行, 我要去找枪哥, 就算枪哥真的就不活了, 我也要见到她最后一面。 谢兰兰顾不得收拾行李, 发疯似地跑出家门, 临出门时, 只来得及和妈妈打了声招呼。 家和市人民医院? 米成光还没嘟囊完, 自己办公室的门忽然被人推开了。 她刚想发火, 斥责进来的人不懂礼貌, 连门都不敲, 抬头一看, 进来的竟然是个英姿飒爽的大美女, 一头短发, 脸上满是焦急之色, 脚上只穿着袜子, 没穿鞋, 但是右脚却一蹶一拐的, 好像崴着了。 哪个男人看到美女, 心情都不会太糟糕, 特别是看到赤脚的美女, 米成光也不例外, 看到进来的是个美女后, 她竟然没有发火, 只是平淡地对魏婷说道, 你走错门了, 这里不是跌打损伤科, 你应该去挂外科门枕, 不过你既然来了, 我倒不介意给你看看。 她直接以为, 魏婷是来找她治疗脚扭伤的了, 而给女人治疗脑伤, 总是能让人引起许多联想。 你是米成光院长, 魏婷没有理会米成光的话, 而是直接问道, 是的, 我是。 怎么了, 你还有其他事吗? 米成光奇怪地问道, 她明白了, 这个大美女可能不是来找自己治疗脚扭伤的。 我叫魏婷, 芙蓉镇派出所所长, 我想请你马上接替孙力超医生去给赵长枪做手术。 魏婷来不及废话, 开门见山地说道, 小姐, 你再说笑话吧, 赵长枪的手术应该由她的主治医生来做。 我虽然是院长, 但也没有权力无端地去接替孙医生吧。 况且, 孙医生的医术在整个家和市医院都是有口皆碑的。 你凭什么要让我去接替她给赵长枪走手术? 米成光听到魏婷来找她的目的, 竟然和谢兰兰刚才的电话是一个意思, 连马山沉了下来。 心中还不断地付费。 赵长枪那个小子到底教了什么狗屎运, 为什么那么多漂亮女人蹦出来为她着急? 魏婷想给米成光解释一下, 却忽然发现自己根本没法给她解释, 自己总不能说, 就是因为自己怀疑孙力超会在手术过程中公报私仇而让米成光接替孙力超吧。 再说, 按照常理来说, 米成光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完全符合医院的规定。 魏婷不能也无法反驳她魏婷马上意识到, 现在要想让米成光按照自己的话去做, 只有一个办法能行, 那就是以示压人让米成光不得不那样做。 魏婷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家族势力, 她摸出电话就要给自己当公安部长的爸爸打电话, 但是刚刚摁下一个号码, 却忽然感到有些不妥, 虽然自己的爸爸位高权重, 但她毕竟只是公安系统的人, 况且, 她根本不认识米成光为何须人也。 爸爸如果直接给米成光打电话, 很可能也会吃别。 况且, 她的爸爸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 她这样匪夷所思的无理要求, 她爸爸一定不会为她出面, 就算她看在自己宝贝女儿的份上想给她出面, 也得拐弯抹角, 找到一个能够和米成光对话的人, 等到爸爸找到这个人, 恐怕赵长强早就死在手术台上了。 应该马上找到一个能和米成光对话的人, 魏婷心思急转。 对了, 找于叔叔。 魏婷忽然想到了于大彪, 于大彪虽然只是家和市的公安局长, 但是毕竟和米成光同处一个城市, 也许米成光能给她三分薄面, 何况, 就算米成光不买于大彪的账, 于大彪也能在第一时间找到米成光的直接上司, 比如家和市市长等人, 让他们给米成光施加压力, 答应接替孙立超给赵长强做手术。 想到这里, 魏婷转身出了院长办公室, 然后马上拨通了于大彪的电话。 于大彪是知道魏婷的背景的, 一看是这丫头的电话, 马上问魏婷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怎么忽然想起给他这个叔叔打电话了, 还开玩笑说, 是不是魏婷找到男朋友了, 要请他喝喜酒。 魏婷顾不得和于大彪开玩笑, 三言两语便把赵长强的事情告诉了于大彪, 让于大彪给米成光打电话。 于大彪听说赵长强竟然被人开枪打伤了, 心中也马上焦急起来, 但是他却一点都没乱, 更没有马上答应魏婷给米成光打电话, 毕竟魏婷的这个要求实在太不合理。 仅仅凭借觉得孙力超的人品不好, 往日和赵长强有仇, 就怀疑孙。 力超会在手术台上伤害赵长强, 并且因此而要求一个是医院的院长, 接替孙力超亲自给赵长强做手术, 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丫头, 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就算孙力超以前在痛恨赵长强, 但是现在赵长强是他的病人, 他怎么能做出借手术的机会伤害赵长强的事情呢? 于大彪稍稍想了一下说道。 魏婷听了于大彪的话, 都快急哭了, 马上说到于叔叔, 孙力超的为人是他的一个同事亲口告诉我的, 绝不会有错。 你不能以君子之心来度小心之父, 退一万步讲, 就算他不打算在手术台上加害赵长强, 他也不会尽心尽力地给赵长强手术的。 于叔叔, 这样的事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只要孙力超的手术刀一歪歪, 赵长强的命就没了。 被魏婷这么一说, 于大彪也感到有些担心了, 可是他只是一个公安局长, 根本管不了医院的事情啊。 想到这里, 于大彪对魏婷说道, 丫头, 我现在就是想给你帮忙也帮不上啊, 我只是一个公安局长, 根本管不了医院的事情, 米成光既然能拒绝你, 肯定也会拒绝我的, 何况, 据我推测, 我就是将家和市长搬出来, 让他给米成光打电话, 米成光都不一定会听的。 毕竟米成光拒绝接替孙力超给赵长强做手术是合理合法的。 魏婷知道于大彪说的都是实话, 可是仍然希望于大彪能给家和市长打个电话, 让他给米成光施压。 于是便对于大彪说道, 于叔叔, 你说我该怎么办, 好歹你也要试试啊, 无论成与不成, 我都欠你一个人情。 于大彪心中不禁一动, 如果能让魏婷成自己的情, 对自己可是有莫大的好处, 只要这丫头没事的时候, 在他老爸面前多说说自己的好话, 自己上升的空间就会加大。 可是魏婷求他办的事情, 他还真不方便出面。 但是于大彪也不是死心眼的人, 既然走正常途径无法让米成光按照魏婷的主意行事, 那就走非正常的办法吧, 世界上有些人是不能静着的, 米成光就是这样的人。 丫头, 你别急, 我给你个联系电话, 你马上给这个人打电话, 他会帮你解决问题的。 于大彪说完, 将一个电话号码发到了魏婷的手机上。 于大彪告诉魏婷的号码, 正是独龙会副帮主把总的电话。 作为家和事事局长, 于大彪对独龙会的事情比较了解的, 也知道赵长强和独龙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以他判断, 赵长强很可能就是独龙会的幕后老大。 但是, 由于独龙会成立之后, 行得正走的端, 不设黄赌毒, 虽然在成立。 之初, 为了从家和事原来的老牌帮会三财帮手中抢地盘, 经常火拼街头, 但是三财帮原本就作恶多端, 帮主扬三财, 更是因为是家和事八大天王之一, 上面有政法委书记郭东海等人罩着, 连他这个警察局长都拿三财帮没有办法。 那时候, 独龙会忽然跳出来愿意消灭三财帮, 于大彪乐得看热闹。 所以, 那时候虽然家和事道上火拼不断, 于大彪却很少出手。 日态日画场的事情发生后, 于大彪敏锐地, 赶到赵长强虽然暗中在盗上魂, 但好像是得到上级默许的。 不然日态日画场死了那么多鬼子, 上面也不会硬生生将那件事情压了下去, 赵长强也没有因此而担负任何的法律责任, 这就不得不让于大彪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赵长强的真实身份了。 尤其后来, 于大彪看到杨雄在芙蓉镇街海岸大酒店 都被赵长强拿得死死的之后, 他更知道赵长强的厉害了。 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 于大彪在独龙会灭掉三才帮后, 也没有对独龙会的成员展开抓捕。 现在他听魏婷说了赵长强的事情后, 他马上意识到, 可能独龙会的人还不知道赵长强受伤的消息,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 他们肯定有办法解决魏婷现在的难题, 毕竟那帮家伙办事不像官场上的人办事一样, 有太多的顾忌。 魏婷不知道于大彪交给他的 到底是谁的联系电话, 但有一点他很清楚, 自己马上就要联系的这个人肯定是个大人物, 不然于大彪也不会郑重其事地让自己去找他帮忙。 电话很快接通, 电话里传来一个粗豪汉子的声音, 问道, 谁啊? 有事吗? 魏婷听到对方那粗犷声音和说话的方式, 秀眉不禁微醋了一下, 听对方的口气好像不是官场中人啊, 倒像是一个草莽豪杰。 于叔叔干嘛给自己推荐这样一个人呢? 难道这个人真能帮助自己? 魏婷心中虽然有些怀疑, 但对方毕竟是于大彪推荐给自己的, 所以简单和把总报了一下名字后, 便马上将赵长强受伤住院以及正在接受手术的事情说了一遍, 着重强调了一下赵长强和孙李超的仇恨, 希望把总能联系一下米城光院长, 让他接替孙李超继续给赵长强做手术。 把总听说老大竟然身受四腔, 并且现在就躺在嘉河市人民医院后, 马上就急了, 好不容易才耐着性子听魏婷将事情的经过说明白, 马上说道, 魏小姐, 你就在医院等着, 我马上过去, 你给我将米城光那个混蛋看紧点, 千万别让他走了。 说完也不等魏婷说话, 马上挂断电话, 开始召集人手。 虽然现在独龙会旗下的厂子都已经放假, 但毕竟还有值班的小弟在。 单单总部就有十几个小弟在值班, 把总一声令下便将总部的所有小弟都召集了起来, 然后分成几辆车风驰电车地朝医院开去, 在车里,包总还不忘给其他几个厂子的值班小弟打了电话, 让他们往医院赶。 这些小弟整天在厂子里闲得无所事事, 听到把总开始吹哨子喊人, 以为要开片, 一个个兴奋地嗷嗷直叫唤, 自从灭掉三才帮后, 独龙会再也没有了征战, 这帮家伙都感到自己快成良好市民了。 一些小弟更是给自己的堂主马上拨打了电话, 那些堂主听到副帮主把总竟然开始吹哨子喊人, 也意识到独龙会出事了, 于是马上开始给把总打电话, 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他们听说老大枪歌竟然被人枪击了之后, 一个个年也顾不上过了, 一边口中骂骂咧咧, 一边第一时间就朝家和氏赶来一时间, 把总的电话连连响起, 接都接不过来。 与此同时, 家和氏局长于大彪暗中联系了交警大队大队长, 让他们看到把总的车队后马上给他们放行, 不能耽误他们一分一秒的时间。 现在他也顾不得太多了, 必须要为赵长强争取时间。 于大彪这样做, 虽然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甚至有犯罪嫌疑, 但是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现在独龙会在家和氏一家独大, 但是家和氏的治安情况不但没有乱, 反而社会犯罪率几个月来连创历史新低。 独龙会的人不但自己不惹事, 只是埋头发展自己的正规生意, 也禁止别人在家和氏无端地挑起事端。 可以说, 在独龙会的努力下, 家和氏的地下室里已经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秩序, 一个具有复古侠义特色的新秩序。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独龙会成了政府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补充。 市局长余大彪也多次因此而受到上级部门的表扬。 而一旦赵长强这次不能迈过这道坎, 死在医院, 余大彪能想象到, 家和氏地下室里肯定会迎来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 到时候, 他这个市局长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更何况, 福隆镇金海岸大酒店的事情发生后, 余大彪已经隐隐猜到, 赵长强的隐秘身份, 绝不是黑帮老大和赵庄村主任这么简单。 他肯定是上级的上级部门所看重的人物, 至于这个上级的上级到底是什么级别, 余大彪不知道, 但他却知道, 赵长强要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死了, 自己可就真的摊上大事了。 真是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原因, 余大彪才让魏婷联系了独龙会副帮主把总, 并且暗中让交警部门给他们一露绿灯。 对付米成光这种人, 说好听的, 给他讲道理, 根本就没用, 他会有一百种理由来反驳你。 但是把总这种人对付米成光, 却是手拿把掐, 没个跑。 把总召集小弟时, 已经下了命令, 让大家都带上家伙, 主要目的倒不是去医院砍人。 重在威慑, 本来把总还担心路上会被警察查车, 查到车里的武器,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一路上不但没有警察来查他们的车子, 甚至每个十字路口, 都有警察专门为他们指挥交通, 让他们的车队一路上畅通无阻, 搞得把总等人有些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 还以为今天自己忽然人品爆发了, 有了于大镖的暗中放水。 把总的车队一路畅通无阻, 就赶到了嘉河市人民医院。 到了医院后, 把总按照未停电话里的指示, 静止赶到了院长办公室。 米成光根本就没打算离开自己的办公室, 他要等到赵长强的手术结束, 他要知道赵长强到底有没有死在手术台上。 现在他的心情相当爽, 心想, 赵长强啊赵长强,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今天我就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现在的米成光满脸都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今天就算嘉河市长钱英勤亲自来找他, 让他去接替孙立超给赵长强做手术, 他也不会答应, 毕竟他有充足的理由拒绝别人。 米成光甚至已经开始希望孙立超能真的在手术台上 对赵长强做点手脚, 让赵长强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在手术台上。 然而, 就当这小子沉浸在幸灾乐祸中时, 院长办公室的门忽然砰的一声, 被人一脚从外面踹开了, 厚重的门板撞击在后面的墙壁上, 让米成光感到整个办公室都在摇晃, 好像要地震一样。 米成光刚想发飙, 坐视抬头却看到从外面进来凶神恶煞般十几个年轻人, 溢水的黑西装, 黑领带, 黑皮鞋, 一看就不是普通好市民, 每个人都横眉立目地看着他, 好像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样。 米成光乍然打量一下来人, 发现领头的他认识, 原来是在医院一带混得混混头, 好像别人都叫他把总。 这段时间很少见到他了, 听人说加入了什么叫独龙会的地下组织, 为人却比以前低调了。 你们, 你们来干什么? 米成光吃惊地问道。 他刚才绞尽脑汁, 也没想到什么地方曾经得罪过这几位江湖人物。 他可不知道, 现在躺在手术台上的赵长枪就是独龙会的幕后老大。 米成光可能不害怕当官的, 但是害怕把总这样的江湖人物。 在他看来, 这种人都是下三滥的亡命徒, 为了一时的喜好, 甚至能杀人放火,完全不去考虑做事的后果。 把总用手摸了一下自己光秃秃的大光头, 根本没有理会米成光的问话, 而是瞪眼对米成光说道。 你就是院长米成光? 是。 你们有什么事情,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米成光战战战兢兢地说道。 把总来不及和他废话, 直接了当地说道。 我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我大哥赵长强已经住到你们医院, 他是躺着进来的, 我要看着他站着走出去。 把总并没有像魏婷一样提出, 让米成光去接替孙力超给赵长强动手术, 他相信米成光应该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做。 米成光吓一跳, 活这么大岁数, 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 在他看来, 把总的话简直不可理喻, 简直岂有此理, 医院是救人的地方不假, 可是医院也不能保证 让每个病人都康复起来吧。 更何况, 赵长强被送到医院时, 身中四枪, 原本就已经奄奄一息, 命悬一线, 就是神仙也不能保证 百分百将他救活过来。 如果站在米成光面前的人是其他人, 他早就暴跳如雷了, 但是面对把总等人, 米成光不敢, 只是小心地说道, 先生, 你这样说, 好像就有些强人所难了吧, 我们医院只负责救人, 可不负责, 一定一定要让病人好起来。 把总根本不想听米成光啰嗦, 他刚才看到魏婷时, 已经听魏婷说了, 枪哥已经被送往手术室快四十分钟了, 现在每耽误一分钟, 枪哥就多一分危险。 所以, 把总不等米成光说完, 便朝身边的一个小弟一甩头, 那名小弟会议, 蹭的一步迈到米成光的办公桌前, 刷的一下就把别在后腰上的砍刀拔了出来, 然后趴的一下便劈在米成光面前, 雪亮的刀锋进阶引没在石木办公桌里面, 米成光却感到那刀锋不是砍在桌子上, 而是砍到了他的肉里。 最让他惊恐的是, 他眼睁睁地看到, 就在这名小弟将砍刀劈在他办公桌里的同时, 除了把总之外的其余十几个年轻人, 竟然也齐刷刷地亮出了一尺多长的砍刀, 统一的尺寸, 统一的款式, 统一的动作, 整个院长办公室里顿时充满了森森杀气。 米成光毫不怀疑, 此时就算自己说错一句话, 眼前的这些人马上就会把自己碎尸万段。 他只能寄希望于有人经过院长办公室, 将这里的事情告诉警察, 让警察把这些人都抓起来。 但是他失望地发现, 此时院长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别说有人经过, 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听不到。 他哪里知道, 此时李若平卫庭等人已经站在院长办公室的外面, 阻止一切人靠近院长办公室。 医生护士们看到院长办公室外面站着几个绝色美女, 以为米院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都远远地避开了, 就算有事也打算过一会再过来。 把总看到米成光惊恐的眼神不断地朝办公室的外面飘, 马上说道。 院长大人, 别打算有人来救你, 也不要耍什么鬼主意, 我告诉你, 我是独龙会的老大, 就算你现在报警让警察把我抓起来, 独龙会的无数兄弟仍然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我是你, 就会马上想办法将我的大哥救活过来, 因为我的大哥若是死在了你的医院, 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也逃不过我们的追杀。 把总说到这里不说话了, 只是冷冷地看着米成光他很清楚, 自己也不能将米成光逼得过紧了, 不然这小子一紧张, 连自己的医术都忘了, 就算他亲自去给枪哥做手术, 恐怕也得出岔子。 米成光听了把总的话, 心中凉了半截, 马上打消了让人报警的想法, 他相信, 面前的这个秃头大汉, 肯定说得出做得到。 警察总不能将独龙会的所有人都抓起来吧, 早晚有一天, 他们会找上自己报仇的。 好吧, 我亲自去给赵长枪做手术。 米成光终于站起身来说道, 赵长枪的伤势他看过, 和磁共振图片他也看过, 只要手术能成功, 赵长枪活下来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对, 这才是个合格的大院长吗? 放心, 只要你能让我大哥生龙活虎地走出医院, 要多少钱, 我们都给, 我们不差钱。 把总说完, 示意手下弟兄给米成光让开一条道路。 米成光苦笑了一下说道, 钱的事情就先别提了, 我只是希望, 到时候如果赵长枪真的不能活过来, 你们能体谅医院的难处。 他本想先给把总打打预防针, 如果赵长枪的手术真的失败, 让把总等人不会真的将他活劈了。 可是他的话刚说完, 却听到把总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行, 还是那句话, 我必须要看到我大哥生龙活虎地走出医院, 我再提醒你一句, 我大哥的命就是你的命, 他有命你才有命, 他若不能活下来, 你也甭打算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米成光心中又是一哆嗦, 不再废话, 换上一身无菌手术服, 快速地走出院长办公室, 向手术室走去。 他刚走出办公室, 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门神一样的李若平等人, 他马上明白, 刚才为什么一直没有人经过院长办公室的原因了。 不过现在米成光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他心中只是在不断地祈祷, 现在正在给赵长枪做手术的孙力超, 还没有将赵长枪折磨死。 手术室中, 孙力超还在给赵长枪做手术, 常常的前子在赵长枪体内不断地戳来戳去, 寻找着留在赵长枪体内的子弹。 孙力超很想一下子就将赵长枪弄死, 然后结束手术, 但是他却不敢那样做。 因为毕竟参加手术的不是他一个人。 他就算存心想让手术失败也不能做得太过明显, 如果让参加手术的助手和护士们传出去, 告到法庭上,他就得去坐牢。 他只能无限制地拖延手术的时间, 让赵长枪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 他几次想将卫生钳伸向赵长枪的心脏, 只要他用手中的卫生钳在赵长枪的心脏上轻轻地一戳, 赵长枪的心脏马上就会破裂, 赵长枪也马上就会一命呜呼, 但是每当他手中的卫生钳走偏方向的时候, 他都发现他的助手都在用凌厉的眼神看着他, 吓得他连忙将卫生钳又缩了回来。 孙立超的助手是个刚刚医科大学的毕业的研究生, 若在以前, 孙立超根本不会在乎他的这个手术助手, 但是现在不同了, 他的父亲孙有年已经倒台, 没人给他撑腰了, 如果自己在手术中发生了低级的失误, 而导致赵长枪死亡, 恐怕他马上就会被医院开除。 所以他只能用稳妥的方式来让手术失败, 让赵长枪停止呼吸。 孙立超一边用你, 卫生钳在赵长胸枪中不断地寻找着子弹, 一边尽量地拖延手术的时间, 焦急地等待着赵长枪停止呼吸, 现在他都有些不明白了, 赵长枪的生命力为什么会这么强, 这样的枪伤放在别人身上早就完蛋了, 赵长枪却直到现在呼吸都非常的平稳, 裸露在胸腔中的心脏跳动得虽然微弱, 却非常的稳定。 正当孙立超绞尽脑汁地想怎么瞒过身边医生护士的眼睛, 悄悄地弄死赵长枪时, 手术室里的内部电话却忽然响了起来。 这个电话是手术过程中用来和外界进行紧急联系的, 一般不会响起, 现在忽然响了起来, 这说明院方对这个手术有话要说。 一名护士赶紧过去接听了电话, 恩阿两声后挂断电话, 然后对孙立超说道, 孙医生, 你院长要过来接替你继续手术。 孙立超一愣, 有些弄不明白你成光这时候为什么会突然过来接替他。 按说, 如果不是在手术中发生特殊情况, 主刀医生无法继续给患者做手术, 医院是不会临时更换主刀医生的, 但是现在不但有人来接替自己继续手术, 而且这个接替自己的人竟然是院长。 孙立超刚想问问米院长为什么要来接替他继续手术, 却听到手术室门外传来敲门声, 护士过去拉开门, 已经换好无菌手术服的米成光院长便从外面走了进来。 孙医生, 你休息一下吧, 现在由我来接替你继续给患者做手术。 米成光隔着大口罩说道, 为什么, 米院长, 我能顶得住。 孙立超不甘心地说道, 他知道米成光的医术水平比自己都高一大截, 由他亲自给赵长强手术, 成功的几率非常大, 赵长强活下来的几率也非常大, 这是孙立超不愿看到的。 米成光没有回答孙立超的话, 却将目光投向了手术台上的赵长强, 当他看到赵长强胸前被割开的口子时, 眉头不禁深深地皱了一下。 看来自己之前判断的一点都没错, 孙立超果然在暗中报复赵长强, 看看赵长强胸腔上被割开的口子就能明白。 以孙立超的医术是不可能割开这么大口子的, 并且下刀的角度也不完美, 好像一个实习医生下的刀。 并且, 旁边桌子上放着的一个专门胜放子弹的托盘里, 还没有任何东西, 这说明直到现在, 孙立超都没有从赵长强的体内取出一颗子弹。 如果把总没来, 找米成光, 米成光会很乐意看到孙立超这样干, 但是现在他的命运已经和赵长强联系到了一起, 他就恨上孙立超了。 因为孙立超之前的手术不但没有任何成绩, 而且加大了米成光继续手术的难度。 这他娘的是做的什么手术, 自己闭着一只眼下刀也会比孙立超的这一刀准。 米成光心中恨恨地想到孙立超还想再说几句, 却听到米成光威严地说道。 出去! 孙立超不敢再啰嗦, 只好灰溜溜地走出了手术室。 边走还边想, 哎, 老子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犬妻, 龙幽浅水遭下戏啊, 如果爸爸没有被双和事纪委双规, 还在家和事卫生局长的位子上, 他米成光敢这样呵斥自己。 孙立超刚走出手术室, 马上就在手术室门口看到了王淑芳, 李若萍, 魏婷等美女, 当然还有把总等如狼似虎的小伙子。 孙立超本来以为自己一出来, 马上就会被这些人围起来, 问东问西的, 却没想到所有人只是冷眼看着他, 却没有一个人上来问他一句话。 不正常, 这很不正常, 孙立超心里想到。 他心中有鬼, 低垂着脑袋, 想马上离开, 但是刚从一干人身边经过, 却听到一个大嗓门在他身后喝道。 孙立超, 你给我站住。 孙立超扭头一看说话的人, 认识, 正是以前经常在医院这一带混得混混头, 人们就叫他把总, 不知道他和赵长枪怎么扯上的关系。 有事吗? 孙立超努力地平复一下自己砰砰乱跳的心, 尽量平静地说道。 没事, 麻烦你和我们一起等待枪歌出来, 如果枪歌的手术成功了, 我请你吃饭, 如果枪歌的手术失败了, 我就割掉你的脑袋给枪歌尝命, 把总摸摸大光头, 恶狠狠地说道。 孙立超被把总的话噎个半死,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于是他马上说道。 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 现在给赵长枪做手术的是你成光院长, 手术成功与否只和他有关系, 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们怎么能将手术的成败归结到我的头上? 孙立超, 你少跟我说这些, 老老实实给我在这里待着。 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刚才在手术室里, 到底有没有尽力给我大哥做手术, 但是当手术结束后, 会有人告诉我一切的, 如果让我知道你刚才在手术室了, 对枪歌做了什么手脚,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你的命, 把总冲孙立超, 阴冷而又凶狠地说道。 几名小弟听了把总的话, 更是直接将孙立超围了起来, 让孙立超不得不乖乖地站在手术室的门口, 等待着手术结束。 这家伙现在有些后悔没有好好的, 给赵长枪做手术了, 以前他只知道, 赵长枪在官场上很有人脉, 没想到赵长枪竟然和把总, 这样的江湖人物也有关系, 这帮人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得罪了他们, 自己就会永无宁日。 孙立超开始祈祷米成光现在能化驼附体, 快点将赵长枪从鬼门关上拉回来。 别看米成光为人不杂的, 但外科手术的水平确实呱呱叫, 他接手孙立超的手术后, 在手术团队的帮助下, 只用了两个多小时, 便将赵长枪胸腔里的子弹全部取了出来, 并且, 米成光的出刀部位非常巧妙, 不但尽量躲开了大的血管从, 而且刀口非常的小, 取子弹的动作也非常麻利。 助手看到子弹已经全部取出, 手术已经完成, 便主动开始给赵长枪缝合刀口, 这也是医院的惯例, 主刀医生做完手术的关键部分后, 后期的手术缝合一般都由助手来完成, 但是助手刚要开始给赵长枪缝合伤口, 却听到米院长淡淡地对他说道, 我来吧。 米成光说着话, 从助手手中接过针线, 开始为赵长枪缝合。 助手只好用惊讶的目光, 看着米院长的动作。 米成光的动作非常的细致, 也非常的小心, 就像他刚才给赵长枪动刀一样, 针脚不觅也不输, 刚刚好。 这个助手怎么也想不明白, 今天的米院长到底是怎么了, 不但忽然跑过来赶走了孙力超, 自己亲手给赵长枪手术, 更是连最后的缝合都要自己来,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当为赵长枪缝完最后一个针脚后, 米成光直起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虽然孙力超之前的手术 对赵长枪造成了一, 些不必要的损伤, 但是总体来说手术还是非常成功的, 如果赵长枪能挺过之后的发炎气, 他这条命就算是保住了, 手术虽然完成了, 但赵长枪还不能送出去, 他必须要等到全身的麻醉效力过后 才能被送到监护室。 米成光的精神松弛下来, 坐到手术室的一张椅子上休息, 目光却看着还在昏迷中的赵长枪, 心中不断祈祷。 赵长枪啊赵长枪, 我的祖宗啊, 老天保佑你能迈过这道坎吧, 你的命就是我的命啊。 就在此时, 那名助手忽然走到米成光面前, 摘下口罩面色严肃地对米成光说道, 米院长, 我能看出你对赵长枪的安危非常担心, 但是我有一件关于赵长枪的事情必须要告诉你。 什么事情? 米成光疑惑地问道。 他的心中忽然产生一种预感, 眼前的助手带给他的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根据之前我们对赵长枪的血液化验, 我怀疑赵长枪已经患了白血病。 助手犹豫了一下才说道。 什么? 你说什么? 赵长枪患了白血病? 不可能, 白血病的早期症状就是感到疲累, 牙龈鼻腔出血等等, 可是赵长枪没受伤前撞得像头盲牛一样, 他怎么可能患上白血病? 你马上把赵长枪的血液化验单拿来我看看。 米成光疼得一下, 从椅子上坐起来, 吃惊地说道。 此时的米成光, 根本没有考虑赵长枪如果真的患上白血病, 对自己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作为一个出色的医生, 他只是本能地不相信赵长枪这样强健的人会患上白血病。 米成光很快就拿到了赵长枪的血减化验单, 只见化验单上的各项血常规指标都很正常。 仅仅血小板发生了轻微的畸形改变。 但好像也在可控制范围内, 依此来推断赵长枪就是患上了白血病, 好像太武断了些。 根据化验单上显示, 除了血小板出现少量畸形之外, 也没有其他的异常啊。 王助理, 你是不是多疑了? 你成光皱着眉头问道。 王助理轻叹了口气, 说道。 米院长, 虽然我在学校主修的是外科, 但是对于白血病的发病和治疗, 却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因为, 我姐夫一家人有三个人都是患上这种病去世的, 其中包括我12岁的小外甥。 我曾经详细研究过他们的各种化验单具, 发现, 他们患病之初的血减化验单和赵长枪的化验单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我才怀疑赵长枪也是患上了这种毛病。 你的意思是, 这种白血病和普通的白血病有很大的区别, 你成光又问道。 你成光虽然医德不怎么样, 但是对于涉及到医学方面的事情还是非常认真的。 不错, 这种白血病刚发病之初, 病人除了感到时不时的浑身乏力, 非常湿水之外, 根本就没有别的症状, 许多医生都会按照低血糖来给病人治疗, 白白浪费了这种白血病最佳的治疗时机。 最致命的是, 这种白血病患者的排异反应都非常的强烈, 即便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往往也会死于术后的排异反应。 即便是直系亲属提供的合适配体成功率都极低。 当初我的小外甥就曾经做过骨髓移植手术, 配体是我姐提供的, 也就是我小外甥的母亲。 虽然术前的各种化验都证明两人HLA相符, 但是小外甥最终还是死在了术后的排异反应上。 说到这里, 王助理的声音低沉下来, 他想起了曾经的伤心事。 你成光虽然主攻外科手术, 但是对王助理刚刚说的这种白血病, 以前也多少听说过, 现在听了王助理的话, 他也感到王助理的判断好像是正确的了。 这么说, 赵长强是得了不治之症, 命不久长了, 米成光再次问道, 语气中竟然有些惋惜。 虽然他痛恨赵长强, 但是他也有他的原则, 他的原则就是, 只要自己接管了病人, 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病人康复起来。 除非他刚开始就拒绝接手病人的治疗, 这也是米成光虽然医德不好, 常常表现出一副小人奴才嘴脸, 但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却一直对他还算尊重的原因。 现在米成光已经从孙力超的手中接管了赵长强, 赵长强已经成了他的病人, 他就愿意赵长强赶紧好起来。 王助理听了米院长的话, 苦笑了一下说道, 事情倒也没有那么糟糕, 这一切都是我根据我姐姐一家人的发病经过得出的经验来说的。 至于赵长强到底有没有得那种奇怪的白血病, 我根本不能下定论。 何况,赵长强刚才接受手术时的情景, 我们也都看到了, 伤口的凝固速度完全正常, 甚至比正常人还要快一些, 一点都不像有白血病的样子。 白血病患者可是会血流不止的。 并且,即使赵长强真的得了那种病, 只要他的直系亲属能给他提供合适的配体, 他还是有希望活下去的, 并且,只要手术成功, 丝毫不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 更不会影响他的寿命。 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 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我们到底要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赵长强的家人? 你成光没有马上回答王助理的话, 而是问道。 以你看赵长强现在这种情况, 到他彻底发病, 还要多长时间? 如果我是判断是准确的, 赵长强的确得了那种罕见的白血病, 那么三年之后, 这种病将会在他身上全面发作。 到时候, 他便会骨瘦如柴, 四肢瘫痪。 王助理马上说道, 哦, 三年, 我们到底要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赵长强的家人呢? 米成光自言自语道。 毕竟这只是王助理的推断, 单凭这张鞋, 检验化验单, 还无法确诊赵长强到底有没有患上这种罕见的白血病。 就在此时, 赵长强的全身麻醉已经解除, 但是赵长强仍然处在昏迷中没有醒过来, 却可以将他送往重症监护室了。 护室过去拉开手术的门, 米成光第一个走了出去。 他刚走出手术室, 便被早已经等得心交的王书芳把总等人围了起来, 纷纷七嘴八舌地问他赵长强现在的情况。 孙立超也用西记的眼神看着米成光。 手术非常成功, 接下来赵长强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他能不能闯过发言七这道坎了。 米成光有些疲惫地说道, 众人听米成光说手术非常成功, 一直紧绷的神经刚刚松弛下来, 但是听完米成光的后半句, 又马上紧绷了起来, 发言七也是能要人命的。 但是, 此时医生除了给赵长强按时用药, 已经无能为力, 能不能挺过去, 就看赵长强的造化了。 把总从米成光疲惫的神态上已经看出, 刚才米成光在手术中肯定已经尽力了, 因此也没有再为难他, 只是对他说道, 米院长,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我就要一个结果。 我要我的大哥生龙活虎般地走出医院, 希望在接下来的治疗中, 你们医院要给我大哥用疗效最好的药, 我们啥都缺, 就是不缺钱。 把总好像为了要证明自己的话, 竟然从兜里摸出一张银行卡, 递到米成光的手里, 然后继续说道, 这张卡里有20万, 算是我对米院长刚才尽心给我大哥做手术的一点谢意, 希望米院长不要嫌少。 把总虽然是独龙会的副帮主, 工资也不低, 但是他的花销太大, 每个月下来, 一万大几的工资常常花个精光, 还要欠一屁股债, 所以, 这些都是独龙会账目上的钱。 米成光连忙将已经被把总塞过来的银行卡往把总手里塞, 嘴里一连声地说道, 就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我只是, 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哪能要你们的钱? 你们只要不拖欠赵长腔的住院费用就行了。 其实这呀不是不想要这笔钱, 而是不敢要, 笑话, 独龙会的钱能是随便要的吗? 如果不是还在为枪歌担心, 把总听着米成光冠冕堂皇的话, 差点没笑出声来。 压挺的, 这时候说出这样的话了, 忘了刚开始死活不亲自给枪歌做手术时的情景了。 如果不是刀架到脖子上, 你还不会亲自给枪歌动手术。 但好赖最后, 米成光还是成功地给枪歌做完了手术, 这让把总等人多少有些感激, 所以才决定送给米成光一个大大的红包。 把总看到米成光不敢要自己的递给他的银行卡, 于是摸摸大光头, 把脸一沉说道,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我们独龙会里都是恩怨分明的好汉子, 你对我们有恩, 我们一定会报答, 但是你给我们使坏, 我们也会千方百计地报复。 米成光看到把总冷冽的眼神, 阴沉的面孔, 不敢再推辞, 只好收下那张银行卡, 赶紧离开了。 他要回去好好地想一想, 自己到底应不应该将赵长枪可能已经患上绝症的事情告诉赵长枪的家人。 将这件事情说出去后,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一直站在旁边的孙立超看到米成光离开了, 便也想悄悄地溜走, 但是他刚刚脉动步子, 却听到把总说道, 孙立超, 你给我站住, 谁让你走了? 孙立超吓了一哆嗦, 转过身来, 看着把总苦着脸说道, 我说这位先生, 现在赵长枪的手术已经结束了, 并且刚才米院长也说了, 手术相当成功, 你还留下我干什么呀? 哼哼, 留下你敢干什么? 别以为我没有进入手术室, 就不知道你是怎样给枪哥做手术的。 你先给我稍安物躁吧。 把总说这话冲两名小弟一甩头, 两名小弟会议, 马上走到孙立超的身边, 一左一右架住他的膀子, 将他摁在了靠墙边一张椅子上。 赵长枪终于被推出了手术室, 身上插满了管子, 护士们用铁架子举着吊平, 围在床边王柱里看到门外的众人, 就要朝赵长枪围过来, 连忙说道, 病人刚刚做完手术, 还没有醒过, 你们不要打扰他。 如果因为你们的鲁莽, 而让病人的伤口发炎, 你们要负全责。 众人这才停下了脚步, 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面色苍白的下人的赵长枪, 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 然后被戴上氧气面罩, 心电监护仪等医疗监视设备。 王助理做完这一切后, 才离开了重症监护室, 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但是他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就看到一直在手术室门外, 等待赵长枪手术结束的那个大光头, 推门走了进来。 你来干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 你们现在还不能去探视赵长枪? 我理解你们焦急的心情, 但是你们也要为病人的安全考虑一下。 王助理抬起头来对把总说道, 王助理, 你误会了, 我过来是想问问你我大哥手术的全过程。 按照医院的规定, 病人的亲属有权利知道手术的过程吧, 把总摸摸光脑袋说道。 他必须要知道孙立超到底有没有在手术的 给赵长枪动手脚, 独龙会的人虽然不惹事, 但也绝对不是任人欺负的主。 但是王助理不是孙立超, 也不是米成光, 赵长枪的手术能够成功, 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把总不能对王助理来应的。 如果他那样做了, 就成了以怨报德了。 本来把总还有些担心, 王助理不会将手术的过程告诉他, 没想到王助理很痛快地, 就把手术的过程告诉了把总, 特别是孙立超, 故意将手术刀口切大, 故意没有将刀口避开血管从的事情, 详细地告诉了把总。 王助理之所以要将这些告诉把总, 就是想让把总去有关部门投诉孙立超, 让有关部门管管孙立超这种医德败坏的医生, 也希望孙立超能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 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治病救人上, 不要再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本来王助理还在犹豫, 自己到底要不要亲自去投诉孙立超, 现在把总来问他手术过程的事情, 正中他下怀, 这才将手术过程毫无保留地全部告诉了把总。 王助理相信把总作为赵长枪的朋友, 知道了自己所说的这些事情后, 肯定会去向有关部门反应, 从而让孙立超得到一点教训。 那样一来,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当然, 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医生, 如果有关部门真要下来调查这件事情, 他也愿意站出来当证人。 王助理可没想到他眼前的这个大光头是想教训一下孙立超, 但教训的方式却绝不是他想象的那种样子。 把总听完王助理的话后, 向他道了声谢, 然后大不留心地走出了王助理的办公室, 静止朝重症监护士外面的走廊走去。 他手下的弟兄和魏婷等人还在那里等着他呢。 众人看到把总回来了, 齐刷刷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他, 想听他说说孙立超在给枪歌做手术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做手脚, 如果孙立超在手术中根本没有对赵长枪动手脚, 那他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可真是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大家别问了, 幸亏你们对这个畜生产生怀疑的时间比较早, 如果再晚于一会儿, 枪歌早就没命了。 把总编说编纸了纸一脸灰白色孙立超, 然后朝几个小弟说道, 将他带回总部, 让弟兄们好好的给他松松皮子, 让他知道医生, 这两个字到底是怎样写的。 七八个小弟好像恶狼一样架起孙立超就朝楼梯走去, 嘴里还不甘不敬地骂着。 对独龙会的这些小弟来说, 赵长枪就是他们心中的神, 现在这个憋三医生竟然敢利用给枪歌做手术的机会, 祸害枪歌, 这岂能不让他们恨透了孙立超, 他们恨不能现在就将孙立超暴揍一顿。 但考虑到现在正在医院, 枪歌还躺在重症监护室中, 才没有马上动手。 孙立超脸都下绿了, 现在他已经知道面前的十几个人都是独龙会的人。 独龙会是干什么的? 那可是整个家和市的地下之王, 江湖新秩序的制定者。 自己若是被他们带走, 恐怕能不能活着走出来, 都是未知数。 惊恐莫名的孙立超开始大喊大叫。 放开我, 我没有错, 你们这是故意在医院闹事, 故意引发医患纠纷, 我要。 到法院去告你们, 你们都是黑社会, 是渣子。 又气又怕的孙立超有些口不择言了, 说到后来竟然破口大骂。 让他闭嘴, 别打扰枪歌休息, 把总皱眉看了一眼不断挣扎的孙立超冷冷地说道。 把总的话音刚落, 一名小弟便猛然挥拳打在孙立超的胃部, 孙立超的身体顿时像虾米一样弯了下来, 嘴里痛苦地呻吟着, 却是再也无法大骂出口了。 几名小弟再次嫁起他, 静止下楼朝独龙会总不敢去, 可以想象, 等待孙立超的将会是什么结果。 等到孙立超被带走之后, 把总这才将王助理告诉他的话和王书芳等人说了一遍。 王书芳未停等人听了之后, 不禁也心头活起。 活该, 我看那个姓孙的就是欠揍, 打死他也不多, 郑欣欣撅着小嘴说道。 放心吧, 孙立超已经被带回到我们的地盘, 有他的好果子吃, 我们先不要去管他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枪歌, 但愿他能挺过这道坎。 把总说着话, 抬头隔着窗户上的玻璃, 看了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照长枪, 忧心忡忡地说道。 众人听了把总的话, 也都沉默了下来。 心里不断祈祷, 赵长枪能快点好起来。 王书芳看到气氛有些沉闷, 想缓解一下压抑的气氛, 便说道。 小枪从小习武, 身体异于常人。 我相信, 他一定你能平安度过发言期的。 既然现在, 我们还不能进去探视小枪, 我想, 我们应该找个地方静下心来, 好好地分析一下小枪受伤的经过, 看能不能找到, 凶手留下的蛛丝马迹, 将凶手抓住, 给小枪报仇。 对头,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枪哥是怎么遭到枪击的。 你们好好的, 给我说一说, 不把刺杀老大的罪魁祸首抓出来灭掉, 我就不配做枪哥的兄弟。 王书芳的话刚说完, 把总马上接过去说道。 其他几个人, 也都同意王书芳的提议, 但是由于赵长枪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 所以他们, 不能离开医院太远, 但是附近, 又没有能供他们商量事情的地方, 总不能在医院走廊里, 商量这些事情吧, 最后还是把总有办法, 他直接找到米院长, 让米院长专门在医院, 给他们临时安排了一间小会议室, 供他们商量问题。 卫婷负责把当时的情景给把总讲了一遍, 虽然他以前不知调把总是干什么的, 但是从把总请米城光出手的过程, 他已经猜到把总是混社会的, 但是卫婷并没有排斥把总, 毕竟今天如果没有他, 米城光根本不会出手, 赵长枪的手术也不会成功。 这么说来, 开枪打伤大哥的人, 很可能就是那个叫韩上轩的年轻人, 和他的两个帮手。 把总听完卫婷的话后, 摸摸大光头陈寅说道, 肯定是他们, 刚刚在枪哥接受手术的时候, 我接到了天雄叔的电话。 赵炳武说道, 这里忽然想起把总根本不知道天雄叔是谁, 于是接着解释了一句。 天天书是赵庄的村支书, 在事发后, 我们将枪哥送往医院, 他则在村里, 制止当时的骚乱, 维持秩序。 结果他发现, 当骚乱平息下来后, 他核对客人的名单时, 发现所有的客人都在, 唯独缺了那个号称黑水镇副镇长的韩上轩。 那个人绝对不是黑水镇的副镇长, 他只是借用了韩上轩的名字和身份。 魏廷斩钉截铁地说道, 为什么, 难道你认识真实的黑水镇副镇长韩上轩, 郑欣欣疑惑地问道, 我从来不认识什么黑水镇副镇长韩上轩。 但是, 你们想一想, 一个国家干部, 凭什么会如此的疯狂, 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朝赵长枪开枪? 他的枪是哪里来的? 就算他和赵长枪有不共戴天之仇, 他也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来报复赵长枪, 何况从枪歌受伤的情况来看, 那三个人都开了枪。 一个副镇长绝对闹不出这么大的动静。 魏廷不愧是警察,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众人听了不禁暗暗点头。 那么依你看冒充韩上轩刺杀枪歌的会是什么人, 把总将目光投向魏廷问道。 不知道。 但是也许枪歌会知道。 等到枪歌醒来, 我们问问他就能知道一些线索, 到时候, 就算凶手躲到天涯海角, 我们警方一定会将凶手击捕归案。 说到办案, 魏廷又恢复了母叶叉的强悍本色, 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信眼说道, 然而他的话刚说完, 却听到把总说道, 我看这事, 还是不要经过警方来处理得好。 既然那些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 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势力, 就算你们能将凶手抓住, 说不定又会弄出什么闷额子, 最后还得把人放了, 调查凶手的事情, 还是我们来吧。 我会按照道上的规矩办事。 不行, 这件事, 警方必须插手, 虽然凶手的目标是枪歌, 很可能是私人恩怨, 但是案发时已经引起了骚乱, 成了公共事件, 警方插手, 不光是为了给枪歌一个交代, 也是为了给那些亲眼目睹此事的老百姓一个交代, 不能让他们对人民警察失去信心。 魏婷毫不退让说道, 信心, 信心, 信心个毛线啊, 当时枪歌受伤的时候, 人民警察哪里去了, 把总心中付费。 他不愿意警察插手这件事是有原因的, 毕竟赵长枪是独龙会的老大, 凶手之所以要杀他, 肯定也是因为仇杀, 警察查来查去说不定就把赵长枪的黑道身份给查出来了, 到时候就麻烦了。 嗯。 把总还想再分辨两句, 却听到王书芳说道, 大家先不要争论这些了, 一切等小枪醒来后, 听听他的意见吧。 第二天早晨, 昏迷了一天一夜的赵长枪终于醒了过来。 王书芳等人也被米院长告知, 可以去探视赵长枪了。 于是, 王书芳把总等男男女女一大帮人, 全到了赵长枪的病房, 看到面色已经略微有些红润的赵长枪, 王书芳等几个女人竟然高兴地流下了泪水。 赵长枪好好的时候, 他们也没感到什么, 此时赵长枪死里逃生,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重新清醒了过来, 每个人都感到有一肚子坏要对赵长枪说。 但是考虑到赵长枪刚刚醒过来, 身子还非常虚弱, 所以简单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 便都要离开病房。 但是把总魏婷李若萍三个人, 却被赵长枪留了下来, 他有话要对他们说。 王书芳正心心, 本来看到赵长枪只留下魏婷和李若萍, 心中还有些吃醋, 于是也不想走了。 但是看到把总一个大男人也被留下来, 知道赵长枪有证事, 要和他们三个人说, 这才再次叮嘱赵长枪不要劳累后, 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病房。 赵长枪要不一个局, 要将枪击他的凶手在春节期间一网打尽。 对赵长枪和他身边的人来说, 这个春节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春节了。 赵长枪刚刚手术后苏醒过来, 身体状况还非常的虚弱, 但是他却不得不留下把总。 李若萍和魏婷面受激疑,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自己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 一个足以致他与死命的危机。 自从腊月28早上, 赵长枪在自己家的大门上发现那朵樱花之后, 赵长枪就料定山口组的职业杀手组织樱花, 肯定会在近期对自己动手。 但是他设想了N种杀手暗杀自己的方法, 就是没想到杀手会混进参加定亲仪式的客人中对自己施行暗杀, 并且事先竟然做了充足的准备, 甚至调查了黑水镇的镇长叫什么名字, 当赵长枪发掘藤野原子三人行迹可疑时, 也曾经怀疑过他们三人是樱花组织的杀手。 但是当他向市长于殷沁求证过, 黑水镇确实有位负责农村经济的副镇长名叫韩尚轩之后, 马上打消了自己的这种怀疑, 其实当时他如果再向于殷讨要一下黑水镇党府办的联系电话, 然后再打个电话求证一下韩尚轩副镇长是不是到了赵庄, 马上就会知道藤野原子只是假冒的副镇长。 可惜赵长枪没有那么做。 现在,躺在病床上的赵长枪已经明白过来, 那三个家伙根本就不是黑水镇党府办的工作人员, 那个韩尚轩更是个冒牌货。 根据赵长枪对传说中樱花组织的了解, 樱花组织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组织, 现在自己没有死的消息一旦传出去, 樱花组织肯定还会对自己展开刺杀行动。 说不定现在樱花组织的成员就躲在医院的暗处, 关注着赵长枪的情况, 所以,赵长枪必须马上做出一番安排, 以确保自己免于樱花杀手的第二次刺杀。 赵长枪留下把总, 李若平和魏婷也是大有深意的。 因为三个人代表着三股势力, 把总代表着独龙会, 李若平代表着独玫瑰, 而魏婷则代表着警方。 赵长枪需要他们的帮助。 把总等三个人被赵长枪留下后, 都用疑惑的眼神看着赵长枪, 不知道枪哥这时候将他们留下来, 会有什么话要对他们三个人交代。 赵长枪将自己的思路理顺一些, 借此机会休息一下, 然后才说道, 你们知道要杀我的人是谁吗? 是谁? 枪哥你只要告诉我那些王八糕子是谁, 我马上带着独龙会灭了他们九族。 把总立刻大声地吼道, 一时冲动, 竟然忘了, 枪哥现在身子虚弱, 怕吵。 拜托你小声点好不好, 连我听到你的声音脑袋都发炸, 别说枪哥了。 魏婷冲把总翻翻白眼说道, 李若平也像把总头去责怪的目光。 把总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激动了, 声音太吵了, 于是用手摸摸大光头, 尴尬地笑笑, 小声说道, 对不起, 对不起, 刚才太冲动了枪哥, 你只管告诉我凶手是谁, 剩下的事情我来搞定, 保证将那些凶手抓到你的面前, 让他, 门跪在地上给你磕响头。 你们不能那样做, 那样做是违法的, 这件事情还是交给我们警察来做吧, 我会联系于叔叔, 让他支援我的。 魏婷听到把总竟然打算以报制报, 马上毫不犹豫地说道, 哼, 相信警察不如相信母猪尚树, 枪哥, 这是还得我们自己来搞定, 江湖是江湖了。 把总马上说道, 行了, 你们别争论了, 还是等枪哥说出凶手的名字, 然后听听枪哥的决定吧。 李若萍看到赵长强的眉头深深地皱起来, 马上对各执己见的魏婷和把总说道, 两个人这才同时打住了声音, 不再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赵长强, 等待他说出凶手的名字。 要杀我的人是樱花? 赵长强简短地说道, 樱花, 岛国的国花, 这和你被刺杀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魏婷马上疑惑地问道, 他虽然是警察, 但是毕竟只是一个镇派出所所长, 对境外的黑市里知之甚少, 山口组名声太大, 他倒是听说过, 却根本不知道山口组竟然还有一个专门的杀手组织樱花。 把总和李若萍听了赵长强的话后, 眉头却深深地皱了起来。 如果事情真是赵长强说的那样, 事情还真麻烦了。 樱花组织极其难缠, 执行任务从来都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一个人死了就会有另一个人来接替他执行任务, 就像复古之躯一样, 直到任务完成, 才会取消任务。 被樱花盯上了, 就是一场噩梦, 要想解开这个死结, 只有一个办法, 要么目标被樱花组织的杀手干掉, 要么目标将樱花组织连根拔除。 但是樱花组织的本部在岛国, 他的杀手几乎遍布全世界, 要想将樱花组织连根拔除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这样, 把总和李若萍才感到问题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他们感到了问题的棘手。 这简直是个必死之局。 魏婷看到李若萍和把总都不说话, 只是一脸凝重,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便着急地说道, 你们都哑巴了, 樱花到底是什么东西? 把总摸了摸脑袋, 叹了口气说道, 樱花是岛国山口组专门的杀手组织, 组织内的杀手几乎遍布全世界, 并且每个杀手都是经过特殊的杀手训练的。 不但枪法出众, 武技精湛, 而且每个人的心理素质都极强。 最要命的是, 只要樱花接受了任务, 他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完成任务。 一次失败了, 他们就会来第二次, 第二次失败了, 然后, 是第三次, 第四次, 直到被他们锁定的目标死亡, 任务才算结束。 魏婷马上吃惊的, 邓大幸眼说道, 这么说, 枪哥这次没死, 樱花还会对他展开第二次谋杀, 把总和李若平没说话, 只是面色凝重地点点头不行, 我必须调派警力来保护枪哥, 绝不能让那些杀手得逞。 魏婷说着话, 摸出手机就要打电话, 但是开始按号码的时候, 他却犹豫了。 魏婷只是芙蓉镇派出所的所长, 警力有限, 每个警员都忙得脚朝天, 根本抽不出人来24小时保护赵长枪。 要想调派警察来保护赵长枪, 只有请家和市局的人出动, 可是这个案子毕竟是发生在芙蓉镇, 家和市局会派出人手来保护赵长枪吗? 就在此时, 魏婷就听把总说道, 你还是算了吧, 我的大警官, 就算你能调派警察过来保护枪歌, 他们又能保护枪歌几天呢? 一天, 两天, 还是一生一世? 樱花组织可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组织, 再说了, 不是我小看你们这些警察, 普通的警员, 对上经过特殊训练的樱花组织杀手, 恐怕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到时候, 如果警察出现了伤亡, 到底是谁的责任? 那你们时说怎么办, 总不能就这样, 等着他们再次来刺杀枪歌吧, 魏婷有些丧气地说道, 他忽然感到很多时候, 警察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当然不会, 枪歌的安危就交给我了, 我会派精干的人员全天候保护枪歌, 只要杀手赶露头, 我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 把总信心满满地说道, 魏婷撇撇嘴没说话, 欣说, 就你们那帮小混混组成的乌合之众, 能保护得了, 枪歌才怪了,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把总是家和士独龙会的副帮主, 虽然他内心非常反感黑, 社会, 但是由于赵长枪的关系, 所以不便向把总兴师问罪, 你们别争了, 还是听听枪歌的意见吧, 他把我们留下来, 心中肯定已经有了主意, 李若萍看到两个人又要起争执, 连忙说道, 几个人这才再次将目光投向赵长枪, 想听听他的意见, 只见赵长枪疲惫地微闭着双眼, 好像睡着了一样, 但是几个人从赵长枪眼皮底下转动的眼珠能看出来, 赵长枪并没有睡着, 我要出院, 赵长枪觉察到三人将目光投向了他, 马上睁开眼睛说道, 虽然赵长枪精神疲惫, 但是当他的眼睛睁开的时候, 却依然是那样的有神, 那样的闪亮, 不行, 三个人几乎是一口同声地说道, 赵长枪才刚刚从手术后苏醒过来, 到现在还没有出危险期, 想马上出院, 简直是找死, 单单在车上的颠簸也能要了他的命, 并且, 既然他们已经料到杀手还会再次刺杀赵长枪, 如果在出院的路上遇到杀手的刺杀怎么办, 老实待在医院里, 至少能安全一些, 但是他们的话音刚落, 就听到赵长枪说道, 我必须马上出院, 如果我料想不差, 樱花得知我没有死之后, 很可能会到医院里来刺杀我, 到时候一定会连累医院里的无辜人员, 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所以我必须出院, 三个人都沉默了, 赵长枪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樱花组织是境外专业的杀手组织, 根本不会考虑划过道上不能在医院杀人的规矩, 他们的眼中只有任务的完成与否, 根本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完成任务, 也不会考虑会不会连累无辜的人, 在他们的眼中, 无论是他们自己的生命还是别人的生命, 都是微不足道的, 足足过了一分钟, 把总裁对赵长枪说道, 枪哥, 我还是觉得你不能出院, 虽然杀手可能还要对你展开行动,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行动, 也许三两天之内他们根本不会展开行动, 到时候你的伤势就会好一些, 到那时候, 你再出院也不迟, 现在出院, 你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 我们总不能为了顾及其他人的生命, 而让你白白地送命吧, 就是, 在最近的几天, 我们可以密切监视进入医院的所有人, 并且安排人手特别保护你, 只要那些人没有出手的机会, 相信他们也不会轻举妄动, 魏婷也在一边说道, 就在此时, 李若萍忽然问道, 枪哥, 你是凭什么断定那三个人, 就是樱花组织的杀手? 李若萍的话说完, 所有人都看着赵长枪, 他们现在的担心, 都是建立在那三个人, 确实是樱花组织杀手的基础上的, 如果那些杀手, 根本不是山口组樱花组织派来的, 他们现在的各种担心, 完全都是多余的, 比如, 那些杀手是赵长枪的某个敌人, 花钱雇佣来的, 那么杀手, 枪击赵长枪后, 马上就会带着钱离开, 根本没有必要留下来, 确认赵长枪是否已经死亡, 而雇主在得知赵长枪竟然没有死之后, 想重新雇佣杀手, 再次对付赵长枪, 是需要时间的, 这样就给了赵长枪康复的时间, 赵长枪脱离生命危险后, 只要四五天, 就能经受得住车子的颠簸了, 到时候, 他们就能离开医院了, 这个世界上, 能对一个固定的目标, 展开连绵不绝的刺杀的组织并不多, 而山口组的樱花, 恰恰是其中之一, 赵长枪当然明白, 把总等三人的意思, 他咧咧嘴, 苦笑一下说道, 你们不用质疑我的判断, 那三个人, 千真万确是樱花组织的杀手, 就在二十八的那天早上, 我在我家的大门口曾经发现了一朵樱花, 一朵樱花, 那是什么意思, 它和樱花组织有关系吗, 魏婷奇怪地问道, 一朵樱花飘, 天涯无处逃, 那正是樱花组织的必杀令符, 据说, 凡是得到樱花组织的樱花伴的人, 最终都难逃一死, 李若平难难地说道, 好像在说给魏婷听, 又好像在说给自己听, 樱花组织闻名世界, 他们那朵代表死亡的樱花, 更是已经成为一个传奇, 许多道上混的人, 听到那一朵樱花时, 甚至比听到樱花组织, 还要恐惧把总没有说话, 既然枪歌, 已经这么说了, 看来那三个人是樱花组织的杀手, 已经毋庸置疑了, 那么, 枪歌, 要怎样做, 才能躲开樱花组织, 无休无止地追杀呢? 魏婷却从来没听说过, 什么代表死亡的樱花伴, 但是他听着李若萍的话, 却是非常的刺耳, 什么叫做, 凡是得到樱花伴的人, 最终都难逃一死, 这不是诅咒枪歌要玩玩吗? 于是魏婷便低声说道, 理解这是怎么说话呢? 照你的话说, 这次枪歌也在劫难逃了, 我还就不信邪了, 枪歌哪里也别去, 就安心在医院养病, 樱花的杀手, 还不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 一个脑袋两只手, 他们也不是神仙吧, 吃了子弹也要死吧 李若萍听了魏婷的话, 这才感到自己的话有毛病, 自己刚才想起 关于樱花伴的种种传说, 想得有些失神了, 于是便说道, 枪歌当然不会有事, 说完又对 躺在病床上的赵长枪说道, 枪歌,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你现在身子还太弱, 绝对不能出院, 该怎么做, 我们有数, 就这样吧, 你先休息, 我们去商量一下该怎样做, 李若萍说完便事宜, 把总和魏婷和他一起离开, 两个人看到赵长枪实在太疲惫了, 便也不想再让他废神, 于是站起身也要离开, 但是就在此时, 赵长枪忽然努力大声说道, 把总, 他们两个可以不听我的, 难道也不听我的吗? 李若萍, 魏婷和赵长枪只是朋友关系, 当然有权利选择, 到底听不听赵长枪的话, 但是把总不同, 他是独龙会的副帮主, 必须无条件地听从赵长枪的命令, 把总苦笑一下, 摸摸大光头对两位美女说道, 你们两位先离开吧, 我得听枪歌的, 帮助他出院, 魏婷邓大兴眼冲把总说道, 光头老, 你傻呀, 赵长枪要你, 去死你也要死啊, 就算你要死, 也不能拉上枪歌吧, 他本来只是想气气把总, 让他和他们一起离开赵长枪, 让赵长枪好好地休息一下, 同时也放弃马上出院的打算, 没想到, 把总听了他的话后, 竟然严肃地说道, 是为知己者死, 你为悦己者荣, 枪歌对我有知欲之恩, 他让我去, 死, 我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你, 你, 爱, 我真服了你们了, 魏婷用手指着, 把总的大光头气地说不出话来了, 把总不走, 他们两个当然也不能走了, 如果他们离开了, 赵长枪不顾自己的性命, 顾止己见, 非要出院, 把总又只知道, 为赵长枪之命是从, 还不知道, 两个大男人会弄出什么糟糕的事情, 你们三个都老老实实坐下来听我说, 我自己的伤我自己知道, 我还没活够, 不会自己寻死路的, 赵长枪强提精神, 对三个人说道, 三人听赵长枪如此说, 心中才稍稍放下心来, 刚打算仔细听听, 赵长枪到底有什么安排, 却听到赵长枪又小声嘟囔道, 这么多美女等着我去林姓呢, 哪能说死就死呢, 若是平时赵长枪说出这种话, 两个女人非得把她的耳朵撕烂不可, 但是现在看着几乎弃弱油丝的赵长枪, 他们只能苦笑, 刚才我的确打算冒死离开医院, 因为如果因为我而连累了医院里无辜的病人, 我老死都不会安心的, 但是刚才被你们几个一脚合, 我想到了一个不用我亲自离开医院, 就能将杀手引开的方法, 赵长枪缓缓地说道, 三个人听到赵长枪有这样的好办法, 马上将脑袋凑向赵长枪, 仔细地听着他的计划, 赵长枪计划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要假出院, 赵长枪让他们三人明天就让医院放出风去, 就说他的手术非常成功, 已经脱离危险期, 因为明天就是华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 按照华国当地的风俗, 春节在医院里过是不吉利的, 所以明天赵长枪一定要出院回家过年, 如果杀手还要再次刺杀赵长枪的话, 肯定就会再次潜入赵庄暗杀赵长枪, 虽然那样一来仍然会威胁到赵庄父老, 相亲的安危, 但是赵庄村的人员毕竟比较散, 不像医院这样集中, 所以父老相亲的危险性肯定会低一些, 这也是赵长枪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然, 因为赵长枪现在的情景的确经不起车子的颠簸, 特别是从福隆镇到赵庄的那一段路, 就算是好人都要颠散架, 别说赵长枪这样刚刚做过大手术的危重伤员, 所以赵长枪不会亲自出院, 而是让独龙会派一个身材和相貌 都和赵长枪非常形似的小弟 来假扮赵长枪离开医院, 而赵长枪本人则要求院长米成光 另外给他安排一间秘密病房, 并且一定要保守秘密,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把总三人听了赵长枪的主意后, 都觉得可行, 但仔细一想, 又觉得哪里不妥, 于是魏婷又说道, 这个主意不错是不错, 但是那个假扮你的人, 岂不是很危险? 那些杀手, 如果晚上真的去你家再次暗杀你, 却发现你不在, 不是仍然会怀疑你还待在医院里? 魏婷的话刚说完, 李若萍又说道, 不但如此, 樱花组织的杀手可不是傻瓜, 如果他们根本不相信你, 已经出院, 依然来医院, 找你怎么办? 毕竟你的伤实在太重了, 短短两天就能出院, 即便有春节的因素, 恐怕也不能完全让人相信。 把总点了点头, 摸摸光头说道, 两位美女说的, 就是我要说的。 惹来两位美女一阵白眼, 赵长枪倾笑了一下说道, 你们说的都不错, 但是我还没说完我的话。 说完, 赵长枪脸上的倾笑消失了, 而是换上了一脸的狠利, 咬牙切齿地说道妈的。 樱花竟然敢动我, 我就好好的和他们玩玩, 什么狗屁的樱花组织, 在我眼中都是一群废物而已, 我要让他们统统去死。 对, 谁敢动枪哥, 我把总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把总也被赵长枪豪气甘云的话感染了。 把总, 你马上让独龙会的几位正负堂主现在就去我家埋伏下, 只要等假扮我的小弟回到我的家后, 如果杀手还敢闯进我的家门御行暗杀, 让他们下手不要留情, 一定要干净彻底地将杀手做掉, 并且将杀手做掉后, 一定要报警, 就说那些杀手是歹徒, 夜闯民宅御行不轨, 而几位堂主都是我的朋友, 听说我受伤出院后, 到我家看望我, 正好遇到的这件事情。 他们算是正当防卫, 明白了吗? 赵长枪问把总, 明白了, 我一定按你的吩咐, 将这件事情做好。 把总马上恭敬地对赵长枪说道, 魏婷听了赵长枪的话直皱眉头, 如果事情真像赵长枪预料一样发生了, 那么, 赵长枪的做法显然有欺骗警察做假口供的嫌疑, 但是面对穷凶极恶的杀手, 他又能说什么呢? 毕竟杀手不是普通人, 你不杀他, 他杀你。 由于那些杀手太危险, 而且每个杀手都有一身好本事, 所以, 赵长枪虽然听把总答应得痛快, 却仍然有些不放心, 于是再次对把总强调道, 一定要让所有的正副堂主全部出动, 我们虽然在战略上面是敌人, 但是在实战中, 必须要重视敌人, 只有几个人全部出动, 胜面才更大一些。 放心吧, 枪哥, 那几个家伙这段时间闲得没事, 都快憋坏了, 我已经将你身受重伤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恐怕现在他们可能已经到了家合适了, 如果让他们知道, 要去找杀手给枪哥报仇, 恐怕我想拦都拦不住。 把总马上说道, 赵长枪听了把总的话, 却微微地叹口气说道, 哎, 本来想给大家放个假, 在家里好好陪陪父母家人的, 没想到, 竟然会因为我的事情, 让大家连新年都过不好, 实在对不起大家了。 过后, 我一定会好好请大家搓一顿, 地方大家。 宣, 把总听了赵长枪的话, 马上说道, 枪哥这是说哪里话? 以前我们八个只是人见人烦的街头混混, 被人称作社会的渣子, 自从跟了你。 创立独龙会之后, 我们才知道了, 我们在干什么, 也得到了别人的尊重, 还是那句话, 枪哥, 对我们有之欲之恩, 就算枪哥让我们去死, 我们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所以, 枪哥以后还是不要再说这样道歉的话。 连魏婷听了把总的话都不禁有些悚然动容, 她一向反感社团, 认为他们都是扰乱社会治安的黑、帮组织, 现在看来, 社团里面并不缺乏真正的热血汉子。 但是, 把总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又让她哭笑不得, 只听把总接着说道当然, 枪哥要请客, 那还是必须的。 连赵长枪和李若萍听了把总最后一句话, 脸上都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才是真正的兄弟。 兄弟就是有事的时候, 可以为你生, 为你死, 但是没事的时候, 吃你喝你也没商量。 让独龙会的小弟过来接我的时候, 一定要到赵庄开上我的汉马, 这样可以避免他们在半途遭到杀手的狙击时, 遇到危险。 赵长枪又说道, 明白, 枪哥, 把总痛快地说道。 枪哥那辆汉马的厉害, 他可是见识过, 当日在贺武兰沙和陈小刀的一战, 如果没有枪哥的汉马, 天蓬堂堂主医生就是有十条命也早完蛋了。 卫婷和李若萍看到没自己两人什么事, 不禁一口同声地问道, 那我们两个干什么? 不会没我们什么事情吧? 赵长枪面容一整, 说道, 你们当然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刚才若萍已经说了, 杀手可能会猜到明天离开医院的根本不是我本人, 判断出我还在医院, 所以也有可能会找到医院。 所以, 魏婷, 你必须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佳和市局长于大彪, 让他派便衣警察来医院, 一个是保护我, 另一个是保护无辜的群众不受伤害。 好吧,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 只要那些杀手赶来医院, 警方必让他们有来无回。 魏婷马上说道, 若萍,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一步步离地和书方嫂子还有郑欣欣等人在一起, 要保护他们的安危。 另外, 在外人面前, 尽量不要将你们和我的关系表现得太亲密, 我怕那些杀手会将主意打到你们的身上, 以你们来要挟我。 赵长枪又对李若萍说道, 好, 我一定会尽力的。 他们几个人就是少一根毫毛, 你也为我是问, 李若萍也斩钉截铁地说道。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其实是最大的, 如果他们几个女人被杀手给抓住了, 用来要挟赵长枪, 恐怕赵长枪就不得不低头了。 他可没想到, 出事的地方还真的就在他负责的几个人身上。 赵长枪将这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 便再次地闭上眼睛, 昏昏沉沉地睡去。 他刚刚动完手术, 特别是手术一开始, 孙力超的恶意手术, 让他的身体受到的伤害非常大, 能硬撑着将自己能想到的事情都告诉眼前的三个人, 已经几乎超出他此时身体承受能力的, 极限了。 把总三人小声商量了一下, 留下李若萍照看赵长枪, 而魏婷和把总则找到了王淑芳, 小雅, 郑欣欣, 赵炳武等人。 由于这些人都不是外人, 所以魏婷也没有隐瞒他们, 将赵长枪的计划向大家说了一遍, 既然是赵长枪的决定, 而且计划看起来也很周密, 所以几个人也没有反对, 只是完善了一下计划的细节, 然后便开始分头行事。 王淑芳, 王小雅, 郑欣欣三人到重症监护士和李若萍一起照看赵长枪, 明天假扮赵长枪的独龙会小弟来到后, 他们便一起跟着车子回赵庄。 虽然几个人都不愿这时候离开赵长枪, 但是为了将戏演得逼真, 作为和赵长枪关系密切的女人, 他们必须跟着假赵长枪一起回到赵庄。 魏婷负责联系于大镖, 将赵长枪目前的危急情况告诉了他, 并且以芙蓉镇派出所所长的身份请求市局协助破案, 将行凶的杀手抓捕归案, 然后让他马上调派警力来医院保护赵长枪, 魏婷请市局调派警力保护赵长枪的理由是, 赵长枪现在是能指证行凶分子的唯一人证,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其实魏婷不用说出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只要于大镖知道赵长枪现在面临的危险后, 也会马上派人来保护他。 他虽然不知道赵长枪的具体真实身份, 但是有一点他很清楚, 赵长枪现在绝对不能出问题, 赵长枪如果在自己的治安管理范围内出了问题, 他这个警察局长恐怕好日子也就要到头了。 于大镖雷厉风行, 接到魏婷的电话后, 马上从警局挑选精干力量, 换上便衣到医院暗中保护赵长枪。 并且亲自到医院看望了赵长枪, 不过赵长枪已经熟睡过去, 所以他没能和赵长枪说几句话, 看望了一下沉睡中的赵长枪后, 便离开了医院。 他也想留下来保护赵长枪, 但堂堂一个市局长亲自出面保护一个证人, 会让手下的警察对赵长枪的真实身份起疑的, 如果因此而让赵长枪的身份暴露, 反而会弄巧成拙, 所以他在医院逗留了一阵, 嘱咐了一些细节问题后, 便离开了医院。 把总亲自再次找到了人民医院的院长米成光。 由于在赵长枪的计划中, 假赵长枪离开医院后, 赵长枪必须要进入医院比较隐秘的病房, 继续接受治疗, 所以他的计划是无法隐瞒院长米成光的。 当把总将赵长枪受伤的经过和即将面临的危险都告诉米成光后, 这个鼠度机长并且有些腹黑的大院长嘴巴张得好像咬口一样大, 半天合不上。 天啊, 我听到的事情都是真的吗? 又是杀手, 又是境外黑势力的。 眼前的大光头不是在给我讲故事吧? 这是米院长听完把总话之后的第一想法。 但是他马上就醒过来, 这个大光头告诉自己的肯定都是实话, 以赵长枪黑, 帮大佬的身份。 在他身上发生被仇人追杀的事情好像也不奇怪。 赵长枪这样的人自己惹不起, 更不能让赵长枪死在医院。 米成光终于明白自己之前打算纵容孙利超, 祸害赵长枪的想法到底有多愚蠢。 赵长枪如果死在自己的医院里, 恐怕就眼前的大光头就能将自己杀死一百次。 米成光的脑袋点得好像鸡卓米一样, 表示马上给赵长枪安排进嘉河市人民医院第二住院部, 那里的防护措施比较好。 并且在那里住院的人非富即贵, 相信杀手不敢在那里胡赖。 赵长枪随时转移到那里大年三十, 也就是赵长枪手术后醒来的这一天。 嘉河市人民医院里的住院病人, 除了身体条件绝对不允许的人, 都开始扎堆地出院。 由于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 大年初一如果在医院里度过, 未来的一年都会和医院有缘。 所以,一些病人甚至冒着回家过年会导致病情恶化的危险, 也挣扎着出院。 毕竟谁也不愿在未来的一年经常往医院里跑。 当然,医务工作人员除外。 下午,手术非常成功, 身体情况已经大大好转的赵长枪 也在王书芳几人的帮助下办理了出院手续, 等到家里的车子来接, 就要回家过年。 等新年过后, 再重新返回医院接受治疗。 除夕夜终于来临了, 当整个夹和市亮起万家灯火, 鞭炮声不绝于耳, 到处都回响着人们快乐的笑声的时候, 一辆外形彪悍的汉马驶入了夹和市, 直奔夹和市人民医院赶去。 汉马的后面还跟了一辆七座的五菱绒光面包车。 开车的是一名独龙会的小弟, 名叫洪亚伦, 身材和赵长枪非常的相似, 相貌却和赵长枪只是稍微相似, 由于他要假扮的是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赵长枪, 所以相貌并不需要和赵长枪长得一模一样。 后排座上坐着一名瘦高个一脸冷峻的青年, 正是天鹏堂堂主医生。 医生一同前来的任务有两个, 医生负责一同赶回赵庄的几人的人身安全, 另一个充当回家时的司机。 由于洪亚伦在回去时, 需要假扮伤重的赵长枪, 所以当然不能再开车。 因此回去时, 便有一声驾驶汽车。 后面面包车上只有一个人, 是天鹏堂堂主工人, 敦式的身材, 双眼在黑夜里, 好像放光的猫眼一样, 警惕地看着车外四周的情况, 不时地抬头看看车里的中后视镜。 因为陪驾赵长枪出院的人有很多, 一辆汗马肯定不够用, 所以, 他驾驶着独龙会天鹰堂的一辆车子也来了。 街道上非常的空旷, 两辆车子行驶在宽敞的街道上, 显得有些行单影支。 远处的居民住宅区, 传来的鞭炮和礼花的爆炸声, 让整个街道更显有些寂寥。 两辆车子并没有串小街走胡同隐藏行踪, 而是大张旗鼓地行驶在街道上。 医生和工人就是要让躲在暗中的敌人知道, 他们来了, 要接赵长枪回家了。 医生坐在车里, 冷峻的眼神朝车子外面看了一会儿, 然后摸出电话, 打通了后面五菱绒光面包车里工人的电话电话接通, 医生直截了当地说道, 工人, 你有什么感觉? 工人一手扶着方向盘, 一手拿着电话说道, 有些不对劲, 我们从赵庄一路赶到佳和市, 路上太近了, 遇到的车子总共加起来也不到二十辆, 并且这些车子还是在我们进入佳和市之后看到的。 可能是因为现在是除夕夜, 该回家的人都已经回家了吧? 对他们来说, 这不但不是一个好消息, 而且糟糕到了极点。